一旦起訴了 相關人起訴了 他們就會要求金華城立即停工 金華城到底停不停工 台北市議員洪建益爆料 市府已經做好金華城一被起訴 就停工的準備 一旦起訴了立即停工 要求變更設計 所有的建築物的一個工程都來得及 不過金華城案還在調查中 洪建益表示如果很快被起訴 還沒蓋到20%容積獎勵的區域 市府也應該要召開都委會 要求變更設計 萬一起訴時間久了 金華城已經蓋好八九成 恐怕會有安全疑慮 洪建益也建議到時候金華城 應該要實價買回去 他等於說要回補付買回 將近100億的費用給台北市政府 才能使用那200 那個將近5000坪的一個樓梯的面積 事實上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8號受訪時就再次表明 只要柯文哲有被起訴判刑 就會依法處理要求停工 而且還要證明20%的容積違法 就要重新審議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表示 起訴判刑就會依法處理 都委會的委員或召集人或是所長 有涉及到這一個不管土利或是貪污 那他被起訴判刑 我們才能認定他是違反都市計劃法 金華城案爭議越來越多 蔣市府到底能不能剎車 議員們紛紛建議希望能夠先停工金華城 把相關責任追究清楚 中山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議員紛建議 警方建議 議員紛建議